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我是說書人劉鈺 今天要說的人物厲害了 蜀漢五虎將之一 被劉備敗為左將軍的 馬超、馬孟卿 其實馬超是個非常具有正義的人物 熟悉三國的朋友都知道 當馬超加入劉備軍團後 他沒有什麼表現機會 昔日猛將竟然平凡終老 讓人嘆息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要說到馬超波然起伏的前半生 他的經歷實在太複雜了 今天先不談馬超悲劇的部分 指出他最強的時刻 我們就來看看 馬超的全盛時期到底有多猛 馬超自夢期 他和父親馬騰出身紅風郡 也就是現今的陝西省 馬騰有槍人血統 無勇過人立下許多戰功 首先我們在腦中描繪馬超的輪廓 他跟父親馬騰一樣 是典型龍蝎壁區出產的猛將 擅長騎馬打仗 衝鋒絲殺 記載說馬騰面容雄意 就像是混血兒 五官特別立體 而馬騰幾個兒子中 馬超的英勇最像父親 遙想當年馬超側馬吃成魚荒野之間 跳望遠方 那身最憂鬱的眼眸 不知彌倒多少少 馬超第一次在歷史流明的戰役 發生在關渡大戰後 這個時候 馬騰跟馬超選邊站 他們幫助曹操共打元少爭議 為什麼馬騰選擇曹操呢 這個功勞要算在中游身上 當初曹操跟元少對決之前 他就擔心西邊會有危機 曹操曾說道 雖然我想揮軍北上 但如果關中軍閥作亂 聯合槍骨兵馬 那就難以對付了 巡譽說道 關中十幾陸軍隊 各自擁兵 不足為懼 只有韓帥跟馬超最為強大 只要派人出使說服他們就好了 那誰可以擔當這個重責大任呢 中游可以 西邊交給他一定沒問題 中游心想 靠先不要 巡譽你先不要亂說話 中游被交付了這個苦差事 我是不知道他有沒有抱怨 但巡譽說的沒錯 中游處理關中各種事物 表現非常好 曹操能夠放心出身 就是因為西邊有中游在 他成功說服了馬騰 讓馬騰軍隊成為曹操的援軍 當時曹操戰勝了元少 但元家勢力仍在 元少命令郭元高幹攻打河東 對曹操造成很大的威脅 中游拉攏馬騰之後 馬騰派出馬超迎戰 馬超雖然早有威名 但是在歷史舞台初次登場 誰能保證一定贏呢 看看河北那兩位猛將 那好啦 別再消費炎良分手 不好意思 總之馬超的出道作 證明他的明星光環不是假的 他是真貨啊 在中游的計測下 馬超趁著郭元渡河時發動突擊 馬超仗下的龐德 斬下了郭元首級 馬超在混戰中被流箭射中 但他受傷後仍奮力戰鬥 率軍破壁 這場戰役能夠勝利 有兩個關鍵 首先是趁敵軍渡河發起突襲 佔了優勢 再來就是馬超率領的祭兵部隊 正好就是非常擅長快攻的西梁祭兵 而且馬超這個年輕將領 受了傷仍然帶頭向前衝 這種敢打敢拼的猛將 讓人聯想到當年的呂布 給他一匹馬 再給他一支擠 他幾乎就是無敵的 後來馬騰與韓歲不合 馬騰決定向曹操抵頭 他和其他兒子來到夜城 馬超則受封為偏將軍 繼續帶領馬騰的部隊 其實馬騰的立場一直搖擺不定 到底要不要服從曹操 而讓他下定決心的關鍵 在於韓歲 無論是在史書或小說中 各位會發現 馬騰跟韓歲的名字總是綁在一起 到底他們關係是好還是不好 一言難盡 他們最要好的時候 曾經結為異性兄弟 後來卻因為雙方部區有些摩擦 翻臉成仇 這就很像兩個老大 兩邊的小弟互相挑釁 你打我是吧 那我就找人報仇 於是越打越兇 馬騰先擊敗韓歲 韓歲心想 好啊 來互相傷害啊 反攻馬騰 還殺了馬騰妻子 戰火一發不可收拾 兩邊連連交戰 曹操派出松油勸架 這時候馬騰也不年輕了 大概也想退休了 他想了想 決定歸順中央 家屬也都牽了過去 留下馬超同管他的部隊 接下來發生的事 則是馬超最有正義的部分 曹操做事攻打漢中的張魯 這讓韓歲 馬超跟其他關中將領 非常擔憂 雖然曹操說要打張魯 但大軍朝著關中開過來 馬超他們會害怕也是很正常的 這本來就在曹操的計算之中 曹操就是想試探他們 可是馬超的家人 韓歲的家人 全部都在曹操那邊 這該怎麼辦 馬超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斷 他對韓歲說道 我就知道關東人說話不算話 現在大戰已經不可避免 我決定捨棄父親 從今以後 您就是我的父親 將軍 請您也捨棄孩子吧 從今以後 我就是您的兒子 從今以後 這很像八點檔的對白 聽起來有夠狗血 但完全不會感動觀眾 只會覺得馬超在搞什麼啊 所以在三國演義裡 說是曹操先殺了馬騰 馬超才起兵復仇 這樣比較像英雄嗎 但在歷史中 是馬超先起兵 才害了他全家的性命 既然如此 一定有人痛罵馬超不忠不孝 沒血沒淚 他害死家人這點是事實 說出人也無法幫馬超辯護 不過我總是說 每件事背後都有原因 為什麼馬超會做出這個決定 難道只是因為他好戰嗎 在我的想像中 會不會馬超本來就是個 爹不疼娘不愛的邊緣人呢 當馬騰帶著所有人搬家去投靠曹操 他帶了其他兒子偏偏沒帶馬超 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或許可以解釋為 因為馬超最有能力帶領部隊 所以留下來 但也可以解釋成 馬騰跟馬超早有裂痕 馬超很可能強烈反對父親的選擇啊 爹 當年我們策馬奔騰 多麼瀟灑自在 你甘心在曹操那邊 過著沒有自由的生活嗎 別忘了 馬騰跟韓帥交戰時 配上了老婆 馬超的媽媽是韓帥殺的耶 馬超卻還是選擇跟韓帥合作 如果說馬超只是為了求名求利 這太不符合人性了 所以我忍不住猜想 馬超從小到大 可能都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 他爸爸是個了不起的老大 很會打仗 然後呢 他跟著父親打打殺殺 把他的青春搞得亂七八糟 馬超沒有跟隔壁班女同學看過電影 沒有跟朋友看過棒球 他唯一會的事情就是打仗 現在爸爸突然說他不想打了 想要金盆洗手了 這未免太任性了吧 他怎麼能接受呢 或許等到馬超年紀大了 他就能體會當年父親的心情 但30歲的馬超 面對曹操大軍的威嚇 你叫他乖乖忍下來 叫他一輩子當個縮頭烏龜 辦不到 馬超在心中大喝一聲 曹賊 納命來 記住我金馬超的威名吧 馬超聯合韓瑞等人 一同反叛 駐兵同關 曹操先急攻同關 引開關中聯軍的注意力 夜裡派遣徐晃暗中渡河 佔據黃河西岸 曹操自己則是率軍北渡黃河 這場戰役可說是高手過招 大家聽到同關大戰 可能想說就是在同關決勝負 其實不然 搶到黃河衛水陣地非常重要 你死命攻打同關 很難打贏早遇駐軍的關中聯軍 佔領渡口之後 墮入包圍進攻才是上策 曹操的戰術非常漂亮 如果對付別人 說不定打到這邊就贏了 然而他的對手 可是賭上一切 賭上家族性命的馬超啊 馬超看出了曹操軍隊的動向 急忙追過去 曹操先讓氏族渡河 自己身邊只有許楚與百余人斷後 這時候 馬超已經快殺到他身後了 還記得馬超上一場代表作嗎? 兩個制勝要素 第一 敵軍渡河趁機突襲 欸?現在敵軍又在渡河了 第二 想打快攻必須有強大的忌兵 欸?現在馬超正好率領著他最自豪的忌兵隊 天時地利人和所有條件到齊 這是天柱馬超天王曹操啊 老師音樂請下 馬超側馬狂奔率隊追擊曹軍 眼看曹操就要上船逃跑 馬超下令放箭 當時箭如雨下 許楚扶曹操上船 其他人搶著也想上船 船差點沉默 許楚大刀一揮 斬落爬上船的士兵 混亂中船夫重箭而死 許楚左手舉起馬鞍 擋住射向曹操的亂箭 右手拿獎拼命划船 曹操才得以脫險 當時的情況到底有多危機 曹蠻傳說 眾人一時找不到曹操身影 都以為曹操死了 直到許楚跟曹操下船 曹操的將士又背又洗 大家都流下眼淚 曹操大笑說 今天差點就載在這個小賊手中了 當初馬超建議說 應該提早在餵水阻擋曹操 讓曹操陷入持久戰的僵局 二十天後曹操缺糧必然退兵 但寒碎沒有聽從 曹操聽聞這件事又是一鏡 這邊可以看出 馬超不只有武勇 他還有戰術頭腦 曹操想悄悄渡河 差點被馬超逮到 所以小說把這段故事寫成了 曹阿瞞割虛氣頭 這不是實實 曹操並沒有嚇到割鬍子逃跑 不過馬超的實力並不是虛構的 歷史中撇開袁紹不說 袁紹的兵力資源太強了 說到只用一支部隊 把曹操打到窮途末路的 大概就只有呂布跟馬超了 所以不必質疑說 馬超是不是被捧出來了 是不是過癒了 你去問曹操馬超強不強 曹操自己都說 這馬兒不死 我差點就沒有葬身之地了啊 不過對馬超來說 這不是開慶功宴的時候 反而是命運的交叉點 馬超自己也知道 那是他最接近勝利的一次機會 偏偏就差那麼一點點啊 之後戰局逆轉 冒險渡河是有代價的 曹操佔了地利 局勢漸漸逆轉 曹操河沿著黃河修道向南推進 逼退馬超等人 又四處設置移兵 墮入進攻 這支臨時組成的叛軍聯軍 節節敗退 士氣越來越低 想要求和 曹操聽從假許的計策 假裝同意彈河 趁機挑玻璃劍 會談的時候 兩軍列陣排開 只有主帥上前交談 馬超本來想突襲曹操 卻想起敵鷹有個以無勇聞名的虎將 於是他向曹操問道 你們那位虎猴在哪裡 曹操向後指了指 馬超看見許楚正瞪大雙眼頂著自己 於是打消了偷襲曹操的念頭 這段故事在三國演義中 變成了許楚裸衣鬥馬超 由於許楚光天化日之下 脫掉衣服 在野外與馬超大戰三敗回合 勇如猛虎一般的吃汗行徑 讓許楚贏得了虎吃的美名 欸不是啦 因為馬超叫了一聲虎猴 後來大家都習慣 把這當成許楚的名號了 我們將鏡頭轉到另一邊 曹操和韓歲會談時 卻是不同的情景 曹操與韓歲的父親 過去有許多老朋友 曹操隨口向韓歲 聊起成年往事 絕口不提當下的戰士 兩人說得兴起派手歡笑 馬超遠遠看著 看到曹操這樣對待韓歲 卻派個吃汗對付自己 這明顯是差別待遇啊 馬超整個就不爽了 會談完畢 馬超立刻問韓歲說 曹操跟你談了什麼條件 沒有啊 他什麼也沒說啊 其實韓歲說的是實話 但馬超的疑心卻逐漸下重 雙方沒有談格 擇日會戰 在這段期間 馬超又剛好看到了 曹操寄給韓歲的信件 信中許多地方都有立可白的痕跡 像是被韓歲修改過 馬超覺得心好累 再也無法相信人類 當然 以上這些全是賈曲跟曹操的軌跡 會戰當天 關中聯軍內部已經出現矛盾 曹操軍大獲全勝 斬殺了陳怡等人 馬超與韓歲狼狈逃跑 聯軍瓦解 關中宣告平地 後來韓歲敗走京城 他在夜城 作為人質的子孫都遭到處死 馬騰家族自然也逃不過這一劫 全部被鑄殺 關中各路軍隊崩潰 而馬超的耐心更是崩潰 他的父親兄弟 全部都因為他而死 如果他當初打贏曹操 是不是一切都會不同呢 但如今別人怎麼評價他 怎麼罵他 他都只能承受了 我倒沒有要美化馬超 只是說明 他的人生就是這麼悲慘 或許有一半是他自找的 但一半也是勝不由己 少年時 馬超看著父親打打殺殺 經歷各種戰亂 這不是他能選擇的啊 當曹操揮軍犀身時 馬超到底該怎麼應變才對 實在很難說 玩這種手段 他又怎麼玩得贏曹操呢 馬超決定硬起來 跟曹操打一架 卻被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不過故事還沒說完呢 我平常不喜歡搞什麼未完待續 但這支影片實在講過完啊 說到馬超一生的事蹟 這不只是一個悲劇 而是一整套的豪華悲劇啊 這支影片主題是 馬超爭戰生涯中最強悍的時刻 但他兵敗之後幾乎一無所有 馬超的雄心壯志該何去何從呢 我們以後再找機會 來說說馬超的後半生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訂閱按讚留言 就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我是說出了劉玉 我們下次見